看这个大缸里面 天呐有着大龙虾在的底下 天呐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一窝血嘎呀 哇塞 这是要发展的节奏 看这个张的小嘴 看到里面有肉吧 夹住我了 还挺疼 再把它扣出来 这窝血嘎正是 就上块了 像这种贝列海鲜 就是喜欢聚集的 这个也张嘴了 这里面有肉 呜呜呜呜天呐 哦把它扣出来 这些都是 天呐这是几个 三四个五个 一共五个这一窝 五只大蛤蜊上货啊 都是很肥美的 这个头也是很可以的啊 这今天赶海鲜下来就运气这么好 看啊今天又是收获颇风的一天啊 咱先把这些收了 咱们一起再下去看一看 看今天还能收获些什么别的啊 走 哦看看看 今天这是一只豆宝鱼啊 两只小眼好明亮啊 你看 豆宝鱼这种眼睛 你看就是个活的 因为它眼睛特别的不浑浊 哦真的是活的 活的它还会弹 别弹别弹 这东西握杀一下子握进去 跟杀的颜色一样 我的封面不出来 哦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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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直接立起来了 说它还不熟你们看 哎呦 来来来来来 哇 哎呦 一直我脸这么大的豆宝鱼 生货啦 哈哈哈 瘦了瘦了瘦了 太高颜了 なる 这种比木鱼比较好养也比较好抓 打点水它就能活 咱们翻翻看啊 这边有小黄线 哎上它 好了好了好了 天呐这边一条小鱼在你踩死了 大哥你太坏了 这边一条小的多宝鱼死了 踩死了太惨了 看这这这这水鱼里还有好多种小的鱼 这种咱就不要了 鱼里小没有什么肉 估计就吃一下骨头了 看在底下出现了好多这种鱼 这种咱就不要了 这边有没有鱼啊 我的腕能怕脆口 这边有没有鱼啊 哦看这边还有海参 看 只把这边一对 哦呦呦呦呦这个海参 好可爱哦 你看 两只一对双 双猫胎 哦这只还尿着 两只上货啊再给它带着 收拾它 哦这下面还有一只 那你把这只给露了 这只也很不错 握进去了 哇 这只也很不错 很过瘾的啊 咱给它带着 收拾 哦看 这边有只海参 在这里 在什么呢 水都要干了 这这时间长会死掉的 搁浅在这个地方的吧 哎呦呦呦呦 哎哎 怎么还游起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大精神了 没想到 哇也是很活跃的一只 你看 这个海参 个头也还不错挺粗的 啊 个头也挺大的 哦呦呦呦呦呦 哦不行不行不行 哦哦快先放桶里面 它怎么突然反应那么猛呢 我得把它放到桶里面 再养了点哈 拿点水 这海参也可以 回家做个胡椒的吃 做个鳗鱼饭都是很不错的 咱们帮它吃饭啊 哎呦嘿 哦一只八爪鱼 还有这只小螃蟹 这个季节 看这种小螃蟹真的太多了 这种小花盖 你看 太多小了 走吧 这个八爪鱼可以带着啊 这种 回家直接吵着吃 上货 这些食材我们翻翻看 哎呦 上面有货 大螃蟹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只鸽头可以啊 好大的齿甲红 输了输了输了 看 好过瘾的鸽头 看这边还有只皮皮虾 皮虾还好吗 也还臭和 不过你脚下也刷干 再一只 这只卧杀了 在这里一动不动呢 还以为我们发现不了 来不好意思 还是我眼比较尖啊 这个食材底下有货 看哇 放掂鱼 两只 两只上货 大张腿 看 哇 这今天上大货了呀 怎么样 说说说 带来 这还有几个小海星 小海星咱就不要了 这个 夹住了 直接拿下 快过来看 这个大罗里面 天哪有着大龙虾在了底下 它什么时候滑进来的 这只好大 你看它的大钱的 好粗啊 大钱的就跟一个大面包似的 所以这个发残了 猪到什么时候被鱼留在这里面的 直接可以带走了 上货上货 这一只这么大小的 二三百块钱的 我就特别的想去抓它 这只 一只短腿的包爪鱼 看起来个头不小的样子 你看上来就直接吸我身上了 吸我这个手上 看 这个爪特别的大 它吸了一个贝壳 给它带着了 这只真的很大 薄纹的 快收了 天气暖和了 海星越来越高 走吧再去找一找 这个冲里面好多毛汉 这个是活的 这里的贝壳也特别的多 这只还去着个口 我看到它里面这个粉红色的肉 好肥的样子 快收了 很多啊 这些是贝壳 这些是没有肉的 这边还有这个小海胆壳 好可爱啊 这只好小 像那种老人都喜欢把这个穿个眼 直接然后套在那个钥匙上 当钥匙扣特别的好看 装饰用的 这咱不要了 哇 这一窝里面有好多毛汉 你看 快捡了 天气暖和 海星越来越多 像这种的话 可以带孩子一起来玩 没那么冷的天气 看这边有一个 看这边有一个 这里面还有 都是 快收呼收 这个这个 哇 太棒了 这些垃圾袋咱们给带出去吧 最近这个 来海边玩的人特别的多 因为冲结期间嘛 垃圾袋特别的多呀 哎呀 能到哪了 垃圾袋 这个大袋子 放从里面带着 看今天这个水口里面 也是一只这个短腿包炸鱼啊 这里面的水有点浑 我夹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哦 这只鸽头也不小的 也是一只短腿 看开花了 跟一只 跟一朵大伞似的 呀呀呀 还要翻过来 这下面还有一个 好大的金钱螺呀 好漂亮 这个好大 这个空壳 包炸鱼得带着 看回家刷个窝吃 呦 还吐水了 带着 这是个什么 这会长得很长啊 这个海螺壳 你看 好漂亮啊 跟这些海栗子壳 都粘上了 这里面是小蛇子 看 哇塞 真的是纯天然的啊 好漂亮 这个带着带着啊 回家摆在哪里也挺漂亮的 看这个棱角 哎呀 放松林 这里面有个带子壳呀 看这是个壳 这是个什么 上面长的这些是啥呀 哇 这是个带子 哇 这个带子上面长 这个藤壶啊 看 这藤壶是活的 藤壶也好大呀 因为这个藤壶可以生吃 特别的好吃 这个藤壶 其实可贵了 比带子还贵 哇 这个带子特别的重 里面特别的果 呀 我去回家尝一尝 这个味怎么样 这藤壶我还真没吃过 这个很大了很大 掰不下来 把这个带着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 看我吃带子 啊 放松里面 哇 你看 这边有一个 这个带子 好大呀 这是一对 这个上面没有藤壶 不过这个带子特别的大 比那只还要大 可肥了 哇 这里面有肉的 特别的肥 这里面有一个带着哦 两只大带子 这里面有一个小的肥 还可以 看 这里还挺多的呢 一个两个得不要了啊 这个穿起来应该也挺漂亮的 这是个模样 里面 我们今天都是壳呀 不是乱里占肉的 你看 看这底下好多那种 小脚 爬着这个用地啊 你看 在这里面走到这只海鲫 登登 哇 水太深了 你看 这只海鲫特别的完好 很漂亮 它吃着一只螃蟹 你看 它带着壳 它带着壳 它特别带着这四只海鲫 它的水太深了呀 这边有这四只脚的 那只它被长出来了 这个咱就不要了 把它再长一长 哎呀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看一下书户 有两个大袋子 然后还有抱着碗鱼 下面还有一些这种毛缓 书户还可以吧 回家烤袋子吃 喜欢小张的朋友 不记得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